我爸爸 是这个节目策划的 第一个听众 他非常喜欢这个策划 听着就特别有意思 那做出来以后 我一定天天准时守着听 可能因为他 可能因为他 怎么没有人家 我也没有想到 所谓他的女儿 居然遗传了他的跑调 却一直还想做一个 音乐节目的主播 而且真的做到了 在这档节目播出之前 他离开了 但是我想他有听到 有听到我作为主播播出的 第一档节目 我从小就是一个音痴 唱歌会跑调 还会被同学们嘲笑 但是我的爸爸 却一点都不着急 他会招来乐谱 一点一点地教我 他还会带我去KTV 他告诉我说 人本来就不是完美的 重要的 是去接纳最真实的自己 要去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我的爸爸 真的是我觉得 除去我爸爸这个身份 我也觉得很温暖 很有力量 是很好很好的一个人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和他一起去KTV唱歌了 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 感谢制作人 非常任性地让我选择了这一首 我和爸爸去KTV的币电区 我可以把我拘散了 她一个月都是阶段空的 我不想再啊 宜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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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一致 row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